今天上海苹果专卖店多款产品在上海参加了全球促销 那么有关情况的连线到警方记者孙季季你好 魏迪忠夫好 那么今天的苹果是在官方商城啊 是在线的官方商城是首次举行了一个红色星期五的促销活动 那促销的产品呢也是涉及多达苹果的多个产品线 那么其中降幅最大呢是苹果的MacBook达到了700多元 那我现在呢是在位于淮海路上的苹果商店的门前 那早上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发现啊 今天的苹果实体店呢是和在线商城一起同步的举行这样一个红色星期五的促销活动 那在在苹果的营销的历史上来说呢还是上述首次 那么早上来之后我们发现啊从苹果商店开门开始到现在 商店里面的人气呢是非常的高 很多顾客刚才采访了许多的顾客啊 很多顾客也是表示就专门等到今天降价呢 才前来购买这样的一个苹果的商品 我们在门口也能是故时的看到会有购买 刚刚购买好苹果产品的顾客呢是从店里面出来 那么此外啊 根据我们刚才在苹果商店里面了解到的情况呢 除了今天上海的苹果实体店之外 包括香港泰国马来西亚等等 等等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苹果商店呢 今天也是在同步的举行这样一个线上和线下的促销的活动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降价之前 那昨天的苹果股价呢是遭遇了历史上以来的一个比较大的重挫 那么在受到苹果股价重挫的影响呢 在A股市场上我们也发现许多苹果的相关概念股呢也引起了下跌